女朋友劈腿之後 其實我又交了一個 我環島回來 第一次環島 我又交了一個女朋友 然後過了大概六個月 女朋友又劈腿了 她跟我說其實她早就有一個 德國男朋友 那時候她說靠腰又 怎麼又衝了 怎麼又衝了 不正式這樣講是你意 我這麼 我哪一條排名 怎麼又出現 批腿的對方 那女生先有德國男朋友 她是批了你 應該是先認識德國先對不對 對對對 是先認識德國先在認識你 所以她是批你的 不是批她 那時候想說又很難受 然後就要去 可是那時候我對台灣的女生 我想說 好了我不要再跟女生交往 我要出家了 你要出家了 想說當單身就好了 然後我被三胎子還倒的時候 其實很多女生啊 就陪跑啊 因為那時候上新聞啊 很多一個法國人啊 單身還倒 所以啊 你好棒啊 那時候我被三胎子是一個神明 是要開廣的 開廣的神明 對對對 所以不能跟女生有太大的互動 一個月要吃素 不能吃肉 所以 拒絕女生 對對對 可是我到台南的時候 又出現一個女生 可是那時候不一樣 那時候 我看到這個女生突然 欸 小路亂撞 撒掉 突然有 有感覺啦 被放點 我感覺有感覺 然後後來我就 這個女生是我現在的老婆啊 小乖 對對對 是三胎子 是三胎子 是神明介紹的 嗯 那時候有一個很奇妙的故事 為什麼說是神明介紹 嗯 因為那時候我到 那時候是到台東的一個廟啊 然後那時候去拜那個王母娘娘啊 你是在台南背著三胎子的時候 認識了你的 認識老婆 然後到東部的時候 我就去求生啊 問她 可是那時候還不是老婆 那不是認識而已喔 對對對 可是我一直想 一直想她 所以想說 我要問王母娘娘 那個女生是不是 為什麼我一直想她 我是不是跟她有緣啊 然後就破壞啊 然後就 破壞 然後後來我就跟那個苗婆 一起吃飯啊 然後苗婆混淌了 起當 突然起當 然後跟我說 我知道那個女生 你有遇到一個女生 在那個 在台南 她是一個 民眾組定的人 對 哇 那個廟婆竟然是用起當來跟她說 對對對 因為我拜的時候 那個廟婆 我拜的時候沒有人在我旁邊 所以怎麼會 那個廟婆怎麼會知道這件事情 怎麼會知道我 我小怪這個人 所以那時候真的是 那廟婆告訴你的時候 她起當的時候 她的聲音是一樣的嗎 沒有 沒有 她用小朋友的聲音 你可不可以 你可不可以學去看 學去看 她這樣講話 她說小怪是你民眾組定的人啊 真的這樣 真的這樣 對 我小到 剛開始覺得 她在開玩笑吧 可是後來我就說 沒有 沒有 真的是很 真的不是開玩笑 那你 雞皮疙瘩 對 對 可是後來想說 是不是老婆去 小怪啊 那時候去塞紅包 那你要發明這個故事 後來我打給她 你知道 神明說你是我民眾組定的人 所以那時候聽到 屁啦 他說 這個外國人他用什麼 他用自己造 就是為了把妹 對啊 對啊 然後後來我們就 我就被 被三太子回台北啊 然後就 跟小怪聯絡 小怪在台北工作 沒有沒有在台南 那時候我住台北啊 對 所以我就 就到台北就跟他聯絡 然後慢慢交往 然後後來就 就變成我老婆了 就在法國 在法國而結婚了 哎呦 這神明介紹的喔 我跟你講 你是不可以欺負他喔 蛤 是大欺負我好不好 哈哈哈 你不可以虧欠他喔 不會啦不會 我很乖 他怎麼欺負你 蛤 露嗦啊 露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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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嗦是因為他在在乎我 台灣很多女生就 愛Cecelium 可是是為了我們都好 對 聽不吹吹吹吹吹 對不對 聽不吹吹吹吹吹 你會不會 你懂不懂嗎 你20年了你會不懂 你不夠太啦 沒有啦 這是 我很珍惜 因為有一國以前不好的女生 我要感謝他們 批腿的那兩個女生 我要感謝他們 感謝你 感謝你們 因為你們不批腿 我不會遇到像我 像小怪今天這麼好的女生 感謝你們 聽太太的話大富貴 聽太太的話大富貴 你這是 你這是對他的最高級的稱讚了 感謝別人的批腿 那些的批腿 就是為了鋪陳 讓你認識現在的太太 當然是很難說 可是像這一切都 都值得了 因為我真的遇到最美好的女生 對